让阿南想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问了 二者阿南何能问词妙一 阿南怎么会能问得出来 正表阿南本是得尊不信 从古向音之 大菩萨 阿南是什么人 得尊不信 他成佛了 古是成佛了 阿南早就成佛了 现在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来实现 弘法利生 他来帮助释迦牟尼佛 所以所谓的一佛出世 千佛拥护 一千增佛的时候 这个千还不是讲一千 说的是多 无量无边 与这个世间中生有缘的祝福如来都来了 释迦牟尼佛唱主角 他们唱配酒 来变化做佛的弟子 做佛的在家学生 做佛的护法 这台戏才唱得圆满 才能令这些观众 觉悟 觉悟 运达了 阿南是 从国向阴点 实现 会中 唇一无杂 言说原言 今真是实 会中殊胜 镇票 妙发稀有 在这会里面 出家中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都是像阿南一样 都是从古相印的大菩萨 实现比丘的身份 菩萨中 那不必说了 还有居士中 居士里面有男中 有女中 也都是菩萨化身来的 这个大会多殊胜 念足这 念老这句话说的好 纯一无杂 这个会多殊胜 那都在那里共同表演 一言说原言 语言满的法门 现在真是时候 众生的语言成熟了 看到之后 听到之后 能生欢喜心 能信 能解 能行 能证 念佛往生 就是正果 所以表 稀有之法 这是说 阿南欢喜 提出 这个问题 第三 重振性 第三重点 重复再振性 这是 世尊赞叹 慈问者 功德 这是重复 第三重 真心 佛书 当然 一切 喊您 借一词问 而得 读徒 这是 非常 不可思议的 功德 阿南如果不问 佛就不说了 实际上 没有人问 佛也说 譬如 阿弥陀金 就没人问 无问 自说 阿弥陀金 从头到尾 都是佛自己讲的 没人问 无量寿 无量寿金 可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以 为什么要叫 阿弥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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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告诉我们 侵乏的功德 不可思议 让人看到之后 懂得 侵乏 阿弥陀金 法师 在家的 大德 居士 阿弥陀金 我请法 阿弥陀金